懷孕的時候的確是對小孩 是直接最明顯的影響 如果其實我們都在建議補充 是說我打算懷孕了 然後我就是應該在懷孕之前 前三個月就要補 但是我的困惑就是 你怎麼會知道 你自己什麼時候懷孕 所以其實呢 我今天就給大家一個參考建議量 這邊總共加起來是一千二 我們平常的需求量是四百微克 當我們懷孕的時候需要六百 這樣當然先有概念 然後我就來挑 我們先來檢查 譬如說我是想要懷孕 但是我還沒有補充葉酸 但我想要知道我平常飲食夠不夠 所以我們看葉酸有什麼 其實外面市售的豬肝湯一碗 它的葉酸就足夠四百 好高喔 但不是每個都這麼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會相對是高的 譬如說水果和蔬菜 你就會發現 對 就是我這邊是故意去挑一些 葉酸是高的蔬菜 小白菜 空心菜 青江菜 潑菜 所以我一天只要吃到 兩碗的深綠色蔬菜 加起來就會大概接近兩百的 就是接近四百的葉酸的攝取量 可是我如果不愛吃蔬菜的人 其實水果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水果 它不綠 因為葉酸感覺就是要深綠色蔬菜 它不綠 但是其實一樣有葉酸 像木瓜草莓 芭蠟也會有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喔 飯的部分我就挑給大家看 一樣都是白飯跟糙米飯 還有葉蔓和紅豆 插在這種白飯是精緻的 你就會發現它怎麼樣 量非常的少 可是如果我今天吃雜糧類的東西 我的葉酸就會跟著辣糕 對 所以要給大家參考就是說 我到底還沒有懷孕 我也會特別吃葉酸 那我的量要吃到哪裡 才叫豬肉 而且葉酸不是說我今天 我開心我就吃一碗豬肝湯 你覺得明天就不用吃了 你就會覺得OK 沒有 它是一個水溶性的 所以它是每一天的飲食 會不會彈到他們B跟C一樣的 對 它是每一天的飲食都要這樣子 然後也會有人問說 那感覺葉酸就是怎麼樣 只要懷孕的時候吃 生完以後也就不用吃葉酸 這是很多人的一個感覺 大家就會說那葉酸要幹嘛 其實最主要的重點 葉酸跟細胞分裂有關 在小朋友的時候 比如說它的精子跟卵子結合以後 它開始要分裂 所以它會跟它腦袋有關 欠缺葉酸就可能沒有腦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沒有弄 對 真的 大人的話我們都已經有器官合成了 但是細胞分裂還是會進行 譬如說我們可以分裂好 細胞跟壞細胞 壞細胞就是所謂的腫瘤細胞 所以其實葉酸會影響到細胞的分裂 目前就是看起來 如果我有吃葉酸的人 就不要說吃葉酸補充品 而是吃蔬菜類這種比較多的人 它的細胞分裂長出壞的腫瘤細胞 是比較少的 對 所以它在抗癌的效果 是非常的一個就是大家會推廣這樣 所以不是只有懷孕的時候才要吃對不對 但是如果回到了點這件事情 點如果既然對胎兒這麼重要 我們怎麼看得出說 育馬咪它缺點 你有症狀嗎 就是甲狀腺低下的症狀 所以它開始會比較疲勞 然後開始比較容易 有人在懷孕期當中 突然甲狀腺就低下來 會 我就是這樣 你是懷孕的時候 沒有 就是撤出來的時候 就是甲狀腺低下 對 比較就很容易很疲勞 疲勞 水腫便秘 對 就是其實分享一下 有些人會覺得點好像缺乏 平常看不出來 其實我也曾經甲狀腺低下 也是因為我飲食太清淡了 對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 大家都說就是鹽巴有補充點 對 好 那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太清淡 我的鹽放太少了 所以難怪你後來節目 都說大家都是人 有時候吃點宵夜OK 就有放比較快一點 就是有時候太健康飲食也是不對的 要適合自己 對 真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後來我們發現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他的這個有 他不一定是吃很貴的鹽 或是很便宜的鹽 而是他的鹹不是來自鹽巴 譬如說他的鹹 譬如說就是醬油 滷肉飯裡頭是沒有什麼點的 因為相對它沒有什麼點 然後再來呢 譬如說燙青菜 他不加鹽巴 他加醬油 對 他也沒有點 對 或者是說他今天來一個 譬如說沙茶醬 或是來一個甜麵醬 就是他不是正常鹽巴的醬 而是其他的一些的醬料 所以或者是這個 所以有時候就會變成就是 他有吃到鹹 但不代表他有從鹽巴獲得到點 對 但重點就是 你要每一天 假設你不確定鹽巴的來源 但是你每一天點菜的時候 要一個海鮮的東西 不管是紫菜或魚 花枝 蛤蜊 就是你一天至少點一次 其實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會發現 有些人一天都不會吃得到 這些東西 他可能會豬肉 雞肉為主著 所以真的只是煮菜 然後加鹽巴 那這樣是不夠的 就夠了 其實就夠了 他真的會很危險 很容易 就不用刻意去補充點 不用 不需要 不需要 也就是懷孕的媽媽對不對 不過像那個葉酸 剛才那個婉萍講的 這些食物 你平常就要吃 你等到你懷孕 我已經發現我懷孕一個月在吃 都太晚了 所以葉酸的補充 對 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葉酸補充 等到那後面亡羊補牢 都是吃辛酸的 真正有影響都在前面 OK 好 所以除了點的重要性以外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方向 好 也是和打造金頭腦有關的 孕婦懷孕的體重變化 哪一個最有可能影響到 寶寶的腦部發育 說是一 減少5公斤 二 增加15公斤 這個要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如果說像我們懷孕以前 各位媽媽都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從開始懷孕 到要分娩這中間增加的體重 一般醫師的建議 可能是10到12公斤 可能是標準值 那我們簡單講 如果說是12公斤 增重的這個範圍 可以12公斤為標準值的話 選項一減少5公斤 也就是到最後只增加7公斤 二 增加15公斤 就到最後12加15 就變成了27公斤 所以如果以媽媽的體重 在懷孕之前是50公斤 為舉例 50公斤到我要分娩之前 我最後增加這個體重 胎兒有沒有 懷孕 所以選項一就是只有到57公斤 多7公斤 選項二增加15公斤 連標準成12加上去 我就變成了77公斤 妳覺得太胖是影響得到 我神菜就知道了 不要啦 那妳兒子還聰明啊 沒有 那時候有可能覺得可能吃 就是因為懷孕的時候 就醫生就這樣 老公我想吃那個 老公我想吃這個 多吃有多補啊 對啊 對啊 吃完以後再來減肥 只是減不下來 因為妳已經習慣那些美食了 對 我覺得如果只有胖 整個產期只有胖7公斤 小朋友會不會營養不良 對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吃的到底 是補到孩子的哪裡 我寧願多吃一點 讓孩子營養一點 然後多吸收一點 因為其實像我在孕前期 就是非常吃不下 一直吐 所以羅哥就會一直買 所有東西給我吃 然後我吃不下 她說老婆再多吃一口 再多吃一口 我吃不下 她說她也吃 然後我看到她吃 她就會 我就會有胃口 我以為妳看到她吃 我就又吐了 沒有 所以她就一直胖一直胖 她那時候胖到快要破敗 哇 那時候第一胎的時候 七個月的時候 我就去產檢 我就已經第七個月 就胖到15公斤 對 那個醫生就跟我講說 其實那個體重要控制一下 因為我們要自然產 怕會生不出來 所以那醫生有跟我們講說 麵包 然後澱粉類 就是其實是胖在媽媽身上 所以我覺得 孩子會不會分 就是我要的營養 我就拼命吸收 我胖 媽媽胖多一點沒關係 因為胖在媽媽身上 媽媽自己去減肥就好了 對 我也是贊成家傑說的 因為我覺得 你只胖7公斤 真的胖不到什麼 生完其實就沒了耶 對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孕吐 或害羲什麼 所以我胃口一直很好 我就什麼都吃 我就給我的小孩吃Buffet 我想說我就是吃 然後他可以挑他自己喜歡的吃 那妳懷孕中了多少 20到22公斤 哇 真的蠻多的 妳現在可以瘦回 比之前還瘦 對啊 對啊 因為我是偶像啊 OK OK 有包袱也是一種好事 來 黃醫師 解答一下 如果這兩個選擇的話 就是只胖7跟胖20幾的話 20幾應該是比較危險的 為什麼 我們大概孕婦如果說 我們是兒科嘛 我們看小孩 就是媽媽如果胖到BMI 就是身體質量指數 大於30以上 或者是胖到體重90公斤以上 那麼他的孩子將來的智力 應該就會比平均少5 本來應該有個少5 這樣5分 對 然後他的認知功能也會下降 很多人說為什麼 就是好像可能沒有辦法 用單一的原因解釋啦 有可能是因為 你們認為說那個Buffet 反正他該吸收 就該吸收的就會吸收 不要的就會吐出來 那我們身體好像沒有那麼聰明 有時候就是該吸收的吸收 不該吸收的也都吸收 所以他身體裡面的這個熱量的來源 還有就是營養的來源 會變得不是很穩定 另外一部分也有就是 可能因為你知道 如果體重太重 我們身體會長期處在一個發炎的狀態 所以大腦就會一直被發炎反應攻擊 有可能會破壞到胎兒的大腦 所以我配一姐選對 對啊 全場你最有智慧 我愛吃嘛 可是我覺得最近有時候流行那種養胎不養肉啊 就是這一個之後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沒關係那就盡量讓自己瘦應該會好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也得注意 就是注意就是你到底胎有沒有養到 對 因為之前啊就是有一個醫生他就說他也遇到一個產婦很妙 他就是還滿年輕的 然後第一胎撐的時候沒問題 那第二胎他就想說都生過第一胎 第二胎隔很久年紀就稍大了 那他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他真的很瘦耶 然後他說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特別的食慾旺盛 因為他吃會很想吐 那直到後期 因為懷孕前期都小小的嘛 寶寶都小小 到後期醫生才發現 你人不長就算了 你的胎也沒長 好 好 不